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于Name Server来说它其实是无状态的 只要有一台Name Server在它就可以提供服务 那就算全部的Name Server挂掉了 其实也是被影响正在运行的一个程序的 因为客户端前面其实已经向Name Server获取过路由了 那它其实本地是有缓存的 如果Name Server访问不到它就会有本地的缓存 那图中的主备模式就是也提供了一定的高可用性 对于broker来说 比如说这张图中一组broker中的master挂了 发送端仍然是可以向其他master发送消息的 那如果开启了被读消费端也可以向Slave读取消息 当然如果说固障完的这组broker上的消息就发送不成功了 需要去等待人工进行一个拉起或者说去进行一个人工的切换 然后右边这边还介绍了一下 ROCKMQ4.X中提供的两种副本的一个复制方式 就是同步复制和异步复制 同步复制就是说消息 既要复制到master并且同步到Slave後 才会向客户端经营的确认 它的效率比较差 但是可靠性会比较高 当然在ROCKMQ4.7.0版本之后 我们做了一些异步化的一个改造 就同步复制的性能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 异步复制的话就是说消息只要复制到master上 就可以给客户端经营的确认 那这种方式可靠性就比较低 因为Slave它不一定是时时刻刻都是跟上master的 所以如果说master当机 并且它起不来了以后 就有可能会有数据的丢失 但在性能上一步复制 是要比同步复制高的 然后刚才也说到了master Slave部署模式下 其实单组是没有一个failover的能力的 所以在4.5.0版本之后 我们提供了broker组内可以failover的一个 rovet的一个部署架构 那这里主要是用到了openmessage里面 一个叫做deletedrovet的存储库来实现的 本身这个库它的存储成就是仿造rocketmq写的一个简化版本 然后传输层用的也是rocketmqremoting 然后这种切换架构也是依靠rovet的一个自选举的一个能力的 所以仍然是没有任何外部依赖的 然后从这张图中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最主要区别 还是我们利用了rovet的commitlog去代替了原来的commitlog 使commitlog拥有了一个选举复制的能力 然后我们通过角色透传的方式 把rovet的角色透传给外部的broker角色 比如说leader它对应了原来的master的角色 然后follow和candidate对应了原来的slave的角色 broker与其他的外部组件 比如说像name server客户端的一个交互 仍然是以masterslave的方式进行的 现在如果说一个master挂了 那我们依靠rovet自动选举的能力 就会重新选出一个leader 然后通过角色透传的方式 它就会变成新的master 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rovet的上码 它也保证了数据的一致性 所以不会有数据丢失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架构的应用场景就包括了融栽切换 比如说图中一组broker它是部署在多个机房的 我们就可以去实践rovetmq的一个多机房融栽 图中三个broker它是部署在三个机房 它们是一组broker 那任何一个机房发生灾害或者说 或其他机房发生一个网络分区 都不会长时间影响到这组broker的一个可用性 还有就是高可用顺序消息的一个应用 在master slave的一个部署架构中 一组broker中的master故障写 对列数是会减少的 那顺序消息它其实是根据 那个shadingkey和对列数 进行一个哈希 然后来保证同一个shadingkey的消息 它会发生到同一个对列里 然后从而保证就是说同一个shadingkey的消息 它是按照fo的一个顺序进行发送和消费的 那如果说写分区数也有写对列数减少的话 其实是会影响到高可用性的 但如果我们以raft的方式进行一个部署 那短时间内它是可以重新选出一个新的master来的 就能保证一个顺序消息的一个高可用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raktmq5.0中 raktmq它升级成了一个消息 事件流的一个融合处理平台 然后高可用架构又是怎么进行一个演进呢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前面架构存在的一个问题 首先是这个无切换的master slave架构 它的问题很明显 就刚才我们也讲到了 由于组内它是没有failover能力的 所以master故障后 首先故障组的消息发送它是完全会中断的 因为此类无极限它没有写的一个能力 然后第二点是master故障后 一些仅限于在master上的一个操作将无法进行 这边右边我列出了一下哪些是仅限于master上的一些操作 包括了一些顺序消息的上锁解锁以及管控中的 像search offset max offset min offset等操作 那这些其实是会影响到顺序消息的消费以及一些管控操作的 那还有第三点是master故障以后 故障broker组上的二级消息消费将会中断 那什么是二级消息 那这个二级消息它就有一个特点 它就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的话就是说 会把消息发送到commit log的一个特殊topic上面 然后第二个阶段通过扫描这类的操作 将满足要求的一个消息 还原再投放回commit log 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延迟消息 它第一阶段就是投放到一个叫做 sky just x x 的一个topic上面 然后等扫描现成发现了它到期了以后 它会再还原成员的topic 然后投放到这个commit log里面 这样它就能被下游给消费到 但是如果说master发生了一个故障 扫描和从头其实都会都会停止 这时候就会出现二级消息的一个消费延迟或丢失 具体的话会影响到延迟消息的一个消费 事务消息的消费以及pop消息的消费等等 就这些二级消息的一个消费 这就是master slave架构存在的一些问题 但是解决这些问题是不是一定需要切换这个行为 这个可以先留一个小疑问 然后我们讲一下在raft架构中又存在什么问题 那首先很重要一点是raft架构它是 raft架构它的raft的能力是在复制链路上的 所以broker组内的副本数它必须是三副本及以上才有切换能力 所以总体上来说它的成本是上升的 那还有一点是raft它有个多入派的要求 也就是说它三副本需要两副本响应才能返回 然后五副本需要三副本响应才能返回 所以它的x是不够灵活的 那这也导致了延迟以及副本冗余间 其实是没有一个比较灵活的方案的 那最后还有一点也是社区里有很多同学提到的一点 就是说由于存储复制电路用的是OpenMessage的Delighter 这刚才我们讲到了 所以ROG的MQ原生的一些存储能力 没有办法很好的利用 比如说像那个全材的破的能力 零拷贝这样的能力 那如果说要在ROG的模式下使用的话 我们就要一致一遍到这个Delighter库里面 那平时的开发特性以及8个修复也要做两边 那这样的维护以及开发成本是非常高的 所以针对上面的问题 ROG的MQ5.0 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消息事件 留的一个融合的一个高可用架构 那这里的融合就指的是 针对不同的场景 我们可以去使用不同的架构 比如说针对传统的一个消息场景 我们仍然为它保留了 无切换的一个架构 但是我们也去解决了一个 解决了上面我们提到的那些问题 所以总体来说它是一个 Message场景下不需要切换 就可以failover的一个架构 而且这种架构的RTO 也就是故障恢复时间 由于没有切换 它的故障恢复时间是可以比切换架构更短的 同时针对这个流的场景 就是streaming的场景 或者说是要求严格顺序的场景 那这种场景的特点就是说 故障时它的一个写对列数 它是不能发生变换的 我们也提供了一个 选主主件 它是在无切换架构上 可以增量增加的一个 基于RAVT的一个选主模块 它是松永和的可拔插的一个组件 那部署上这个模块以后 就拥有了一个切换的能力 然后很重要的一点是 不管是无切换的架构 还是有切换的架构 它的复制和存储都是统一的 接下来我们就去介绍一下 5.0高可用架构中的一个具体内容 那从这张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它其实是一个各个功能的 一种组合 关注RocketMQ社群小伙伴们 也可以看出 其实这就是我们最近发的一些RIP 然后通过组合 就可以组合出不同的一个架构 然后是第三部分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无切换MaskSlave架构的一个再升级 首先去讲一下无切换它的一个升级 首先是这个RIP31 那这里主要是针对上面 我们提到的Mask的故障以后 故障组不可写的一个问题 因为Slave节点它是无法写入的嘛 所以RIP31的时候 RIP31它提出了一个broker container的一个模式 也就是说在一个broker container的进程中 是可以加入多个broker的 那这样其实不仅提高了单个节点的一个资源利用率 而且可以通过各种形式交叉 部署来实现节点之间的一个对等部署 那完成了对等部署之后 每一个节点它都是可读可写的 这张图也展示了broker container的一个情况 就是一个broker container可以存放多个broker 但是每个broker拥有不同的端口 但他们会共享同一个传输层 以及部分的一些线程池 然后每一个broker在功能上它是完全独立的 与外部组建的交互也是 所以它是没有什么兼容性问题的 另外broker container它也有自己的端口 在运行时可以通过的命令 来增加或减少这个broker 然后刚才我们也讲到就是说broker container模式下 我们是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交叉部署来完成节点的对等部署的 然后去保证每一个节点它都是可读可写的 比如说左边这张图 它是一个二副本的一个对等部署情况 那每一个节点它都会有一组一倍 资源利用率也是均等的 然后假设图中node一当之了 那由于node2它的broker 2它是可读可写的 然后broker1是被读的 因此这个普通消息的时候 挖它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而且正常同步复制情况下 其实倍是有主的一个全占消息的 所以消息也不会有丢失 总体来说单节点的高可能用能力是得到增强的 然后右边这张图是一个三副本的一个对等部署情况 那每一个节点它都会有一组两倍 资源利用率也是均等的 然后每一个节点它均是可读可写的 另外它和二副本一样 任意一个节点的档机也不会影响到普通消息的一个收发 除了二副本和三副本这个部署方式之外 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个交叉 交叉交叉的一个混步 来利用block container 组合出更多形态的一个部署方式 然后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master sleeve架构的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 就是说master下限以后 一些仅限于在master上的操作 它是无法进行的以及二副消息中断的问题 在这里的话 RIP32提出了一个slave代理master的一个模式 如果同组的masterbroker 故障以后slavebroker它会承担更加重要的作用 那首先是左边这个路由冒充 那这个路由冒充什么意思 就是说当副本组 在处于这个没有主的一个情况下的时候 然后Namo Server在构造路由的时候 会把brokerID最小的存活的一个slave 当作代理的master 那主要就是在构建路由的时候 把brokerID最小的这个slave设置成主路由 也就是说把它的那个brokerID设置成0 并且brokerpermission修改成4 也就是把它设置成一个指读 所以这个slave它在客户端的一个事实中 它就是一个指读模式的一个master的一个角色 那由于客户端它看到的不是背 而是一个冒充的一个不可写的主 所以这个时候一些只能在master上进行的操作 以及一些读的操作 其实都是能在背上执行的 当然它这个只是试读上面 它是一个指读的主 那它其实本身来说它还是一个背 然后另外一点是当master下线以后 brokerID最小的这个slave 它也会去承担起二级消息的一个扫描 和重新投递的功能 这也是代理的一部分 但是这边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就刚才我们讲到了二级消息 它分为两个阶段 那在第二阶段的时候 它会把满足要求的消息 重新投递回这个commit log 但是这边就会有一个问题 如果说我们把它重新投递回 就自己的commit log 就slave它自己的commit log 那将去破坏slave不可写的语义 然后去造成commit log的一个分叉 所以RIP32也提出了一个逃逸机制 就会将重放这个二级消息 远程或本地投放到 其他master的一个commit log中 我们称它为二级消息的一个逃逸 然后这里有远程逃逸和本地逃逸 两种方式 那远程逃逸就是图中所示的 就是说有四个节点 然后它是主被备主这样交叉部署的 那本身扫描的任务 它都都在主节点上面 那假设这个图中 它的regionA发生了故障 那regionB中的节点2 它就会承担起二级消息的一个扫描任务 然后最终它会将满足要求的一个消息 通过这个escape bridge 远程发送到当前broker进行中 仍然存活的master上 那在这张图中它其实就是节点4 然后本地逃逸 它其实就是我们上面PPT上面 介绍了这个broker container模式 它进行的 那如果说它进行逃逸的时候 发现broker container中 存活存在这个存活的mother 它就会优先向同进程的这个master commitlog中进行一个逃逸 从而去避免这个远程 RPC的一个消耗 OK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REP31和REP32 那把它们组合起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messaging场景下 无切换的架构 它的这个一个再升级的一个结果 那这边其实有两个region 我们可以看作一个双气方的一个场景 那broker这边部署了四个节点 其实是部署了四个broker container的节点 然后它其实是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个 两副本的一个对等部署 那现在假设我们 假设这个regionA发生了故障 或者说regionA和regionB 之间发生了一个网络分区 导致regionA不可用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regionB的 region2和region4它仍然是可读可写的 而且正常情况下是个主备 主备是同步复制的嘛 所以备上也有全量的一个主的消息 不会有消息丢失的情况 那本来在region1和region2上的一个 二级消息的扫描 也会到region2和region4的备轴 然后扫描出来的region2和region4的备轴 故障以后也能正常工作 并且由于没有选主人一个切换 所以整体的RTO也是更短的 我给上面就讲完了整一个 MatterSlave的一个再升级 它其实是可以在没有切换的一个 条件下完成FailOver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介绍这个Rocktime MQ5.0 Streaming场景下 或者说严格顺序 场景下松柔和的一个 新的一个切换架构 然后还是先说一下 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Roft模块 它放在复制列入上的一个问题 包括强制三复本以上 就是broker组 必须是三复本级以上 组线的broker的数点 必须是三复本级以上 埃克不灵活以及复制和存储 与原生的这个RockMQ 它是有分裂的这个问题 那在Rip44中 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会将Roft的能力整体往上移 让它去作为一个选择组件 所以我们会增加一个 这个叫做Delight Control的一个选择组件 那它是可选部署的 在无切换的这个架构的这个基础上 部署了这个组件 就可以拥有这个切换的一个能力 那当然它可以 内嵌在这个Name Server中 也可以独立的进行一个部署 如果说它内嵌在Name Server中 Name Server本身的能力 它还是无状态的 并不是说Name Server 它变成一个有状态的 这边可以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这张图中 有三个Name Server 它都内嵌部署了这个Controller 那如果挂掉了两个Name Server 仍然存在一个 它是可以正常提供路由服务的 那Controller挂掉了两个 因为它不满足了一个多数派以后 它是无法再协助broker切换的 但本身的一个正常的消息收发 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然后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整个架构中 非常重要的几个概念 首先是Delight Control 刚才我们简单的介绍过它了 它本身是一个 强硬制的一个原数据存储组件 就是利用Rav的协议 它会选取出一个ActiveController 作为主控制器 那正常的情况下 只有主控制器会进行提供服务 那其他的Controller 就进行一个日制复制和状态应用而已 那刚才我们说 说了它是一个强硬制的那个原数据存储组件 它的存储的是什么数据呢 所以这边要引入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做SyncStateSite 它是MaskBlock上报的那个 当前的一个副本组中 副本处于同步状态的一个 集合的一个信息 就Delight Control 确料会根据Mask上报的这些信息 维护一个强硬制的一个Block 副本组的一个SyncStateSite 一个A列表 那是否这个副本组在这个副本 在这个SyncStateSite列表中 是根据Slave是否跟上Mask决定的 当然SyncStateSite 它也会根据副制的进度 进行一个伸缩 然后是ElectMask 那一旦就是说Block的副本组中 Mask下线以后 我们通过信条机制 就会发现这个Mask下线了 然后通知这个ActiveDelight 就Ctrl了 要用这个ElectMask的API 然后会从SyncStateSite列表里面 重新选出一个主来当做Mask 然后向Block发送指令 来完成一个主备的一个切换 最后一个是replication 就是复制的一个模块 我们可以看到右边 左边这边 我们在Block内部复制里面 会增加两个新的概念 一个是Approach 一个是StartOffset 那这个Approach 它是表示的是版本号 那StartOffset 就表示了这个版本号 起始的一个Offset 然后我们可以借助这两个概念 去完成一个切换后的一个数据阶段 从而来保证数据的一个一致性 另外我们也会 新增一个叫做OAC SyncStateSite的这样一个参数 就是说一条消息它要 要在SyncStateSite中的所有副本数 都复制到了以后才会返回一个客户端 从而保证选取出来的Mask 一定不会丢消息的 这边是有个状态转换的 我们后面再讲 OK那这个就是Streaming场景下的 一个新的切换架构 那主要还是说是在 无切换的一个架构中 增加了一个 松偶核的一个选主模块 来完成切换 那可能有同学会问 就是说Delight Control 它是不是一个类似于 ETCD或者ZK的一个组件 就是说 从选主的功能上来说 它们是一样的 但是Delight Control 它是一个非常轻量级的一个组件 它的API就我这边列出来这五个 然后它是和RockMQ 进行一个深度整合的 然后Delight Control 它的当机也不会影响到 正常消息的一个收发 就算Delight Control全挂了 消息收发依然是可以保持正常的 只是它无法提供一个切换能力而已 所以它是一个松偶核的一个 轻量级的一个组件 它不会像ETCD或者ZK那么重 也不会像它们取完了那么多的功能 然后前面我们也提到了 就是说我们会做到复制和存储的统一 那ROVT能力上以后 其实就不存在两套存储库 就只有RockMQ原生的这一套存储库 因此存储它本身就会变成同一套 那对于复制来说 我们会将原本的复制分为几个阶段 这边包括这个Ready Handle Shake Transfer Shutdown等 那Ready阶段它主要是进行一个 HA准备建立一个连接 然后Handle Shake阶段的话 如果不是Ctrl模式 也就是不是切换架构的话 它是不会做任何事情的 然后如果说是Ctrl模式 那Slave和Master就会进行一个握手 然后拿到这个Master的Approach列表 然后根据这个Approach和StartOffside 进行一个数据阶段 那整个结论算法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说Slave它从后往前 比较每一个Master的一个 Approach的一个未减情况 然后找到最后一个与Master Approach相等 并且那个StartOffside也相等的这个Approach 然后结论到这个Approach 去按Offside的一个最小处 可能讲这个有点绕 我这边也举了几个例子 首先是这个图中这个场景1 就是它这边A是Master 然后B是Slave 然后A当机了 B成为了Master 然后它开了一个新的Approach1 前面都是Approach0 然后这时候如果A重新上线 它会怎么做一个阶段 那根据刚才我讲的那个算法 它会从后往前进行一个比较 那A是没有这个Approach1的 所以它们就比较这个Approach0 然后StartOffside都是0 这是符合条件的 那它们就会结断到这个 AndOffside两者的最小处 然后这个AndOffside一个是900 一个是1000 所以就结断到最小处这个900 所以A上线以后 它就会结断到这个900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 稍微复杂一点的一个场景 就是这个场景3 这边A是Master 然后B是Slave A当机 然后B成为了Master 然后它开了一个新的Approach1 然后运行了一段时间以后 B有当机了 然后这时候A重新上线 开了这个Approach2 那这个时候B再重新上线 它要怎么去做一个阶段 那还是根据这个算法 它从后往前比较 那A是没有Approach1的 然后就比较这个Approach0 然后StartOffside的 它都都是0 所以AndOffside的 一个是900 一个是1000 所以最后还是结断到这个最小处 900这里 OK 那整个结束算法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关键的 它的思路还是说是 去通过这个Approach 以及Offside的记录 然后Slave它以Master为准 进行一个结断 这就是说Slave它才会结断 Master它是不会结断的 然后Slave它是更多的 根据Master的标准 来进行一个结断的 那这边有同学可能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数据结断后 它是否会出现一个 丢消息的一个情况 那其实可以看到 其实算法中所有的Slave 它都是以Master为准 来进行一个结断的 所以我们只要保证 选取出来的Master 包含所有已经确认的消息 就不会有消息的一个丢失 这整个算法 其实可以和Robert 他做一个类别 其实Robert他也是一样 他会选举 他选举出一个新的Lead的时候 他会去找一个 具备全部已经确认的 就全部 具有全部已经确认数据的一个 Follow我作为Lead 然后他也会去进行一个Lead 和Follow我之间的一个比较 然后找到Follow我和Lead 之间最后一致的点 然后截断之后的数据 然后进行一个复制状态 进入一个复制状态 进入一个transfer的一个状态 所以两者的算法思路 其实是非常相似的 另外就是说针对刚才我们提到 这个APP不灵活的问题 RIP34提出了一个灵活AC的一个能力 那在RocketMQ5.0中 我们会新增一个insync replix的参数 表示消息需要复制到多少副本之后 才能确认成功 那刚才最早的那张APPT里面 我们也讲了 其实RocketMQ4里面 其实就只有两种复制方式 就一种是同步复制 一种是一步复制 那假设我们有很多的复本 假设有五个复本 如果说我们用一步复制的话 其实它是不可靠的 但是同步复制的话 同步复制的话 就需要五个复本 都确认成功以后才会翻 那其实是会影响到发送延迟的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增加了一个灵活AC的能力 比如说这张图中三复本 我们设置的这个 IN-SYNC-REPLICS等于二 那一条消息就成功复制到两个复本以后 就会成功返回 然后我们结合了前面介绍的这个SYNC-STATSET 我们刚才也讲到会增加一个 OAC IN-SYNC-STATSET的一个参数 那如果这个参数为初的话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 IN-SYNC-REPLICS参数 它就会失效 但是一条消息的话 它需要等到SYNC-STATSET中所有复本都AC 以后才会 才会向客户端确认发送成功 那比如说这张图中 现在三复本中有两个复本是在这个SYNC-STATSET中的 那一条消息它需要复制到这两个复本 都复制到这两个复本后 消息才能向客户端确认发送成功 那由于这个SYNC-STATSET它是可伸缩的 那如果说后面第三个复本也跟上了 MART以后 并且加入这个SYNC-STATSET中 以后那一条消息的话 需要三个复本都确认成功以后 才算发送成功 当然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固点 这个SYNC-STATSET也会收缩 那需要确认的复本数也会减少 其实这边还有一个参数 就是其实还有个参数 我这边PBG上没有讲 叫做MING-SYNC-REPLICS 它默认示意 然后表示的是最小需要同步的一个复本数 如果说SYNC-STATSET的列表中 的复本的个数小于这个值的话 它就会发送失败 还有很多一点 就是我们刚才介绍过的 就是故障发生后 新的MART一定是从SYNC-STATSET中选出的 所以这个参数开启以后 就这个OLED-AC inSYNC-STATSET 参数开启以后 一定是可以保证消息不丢的 但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假设我们有四个复本 并且复本之间的物理距离隔离也很远 那如果复本数都在 复本都在这个SYNC-STATSET中 其实是会影响到这个发送延时的 所以在RockTimeQ5.0的Ctrl的模式下 我们也新增了一个 叫做Async Learner的一个角色 比如说图中第三个场景的 最后这个复本 它是不会进入到SYNC-STATSET中的 因为它是一个Async Learner 它会一直保持一步复制 那这个场景也就比较适合 不同数据中间的一个一步复制 它解决了一个发送延时 和复本容易之间的一个 折衷的一个问题 然后右边这个解释的 两副本情况下 一个SYNC-STATSET的一个状态转换 比如说一开始 这个SYNC-STATSET是空的 然后第一个BrokerA进入 那SYNC-STATSET中只有A 然后第二个BrokerB加入 那就会进入一个一步复制 那这个时候SYNC-STATSET还是只有A 等到B追上了A以后 SYNC-STATSET中会有A和B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B又追不上A 它就又会退化成这个一步复制 然后这个SYNC-STATSET又变成A 那如果说B crash 它就会进入一个只有A的一个单准模式 那如果A挂了 就会进入一个只有B的一个单准模式 那如果说我们开启了这个OAC SYNC-STATSET等于True了以后 那不管这边状态怎么转换 那都是可以保证不丢消息的 最后给大家去介绍一下高可用架构的一个混沌测试 那这里是我们当时和信通院做的一个分布式消息 对列的一个稳定性的一个测试 用的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无接换的架构 然后这边只部署了三个节点 一个Name Server 两个Broker 然后这里用的是上面介绍的这个两副本对准部署 然后我们这里也注入了非常多的故障 包括任意一台Broker和Name Server当机 包括HONDU Broker进程 Broker兼网络隔离 Broker CPU内存实用率高等等等等 最后其实都是通过了测试的 也获得了一个信通院最高的一个先进级别的一个认证 然后这边是其中一个故障注入的一个例子 主要是这个以这个两台Broker兼网络丢包80%为例的 然后模拟了MQ服务中出现的一个网络故障 然后总共持续了30分钟 然后每8分钟出发一次网络丢包的一个故障注入 然后每次故障时间是4分钟 恢复间隔也是4分钟 那这张图就展示了故障图故障注入的一个记录 然后最下面这张图中我们看到的这个流量的情况也可以看出 其实每次故障注入以后确实造成流量的冷占下跌 但是其实是没有持续的一会儿流量又恢复了 那最后测试结果也显示就是说数据没有丢 只有少量的一个重复 那这个重复主要是故障后重迷恒带来的 平均故障恢复时间15秒 主要是其实水路有感受的一个时间 那可以看到整个混沌工程的测试表现 测试表现还是符合我们的一个预期的 那上面是无切换的一个架构的测试 其实有切换的话 有切换的架构就是刚才讲的那个stream场景下的那个送合的架构 我们也做了非常详尽的一个测试 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个混沌工程的一个测试 那具体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RAP44的一个测试报告 OK那今天的分享就结束了 那其实主要还是一个RACTMQ4.X高可用架构的一个回顾 以及RACTMQ5.0版本高可用融合架构的一个眼镜 包括Message场景下可以failover的一个5000换架构 以及最新stream场景下的一个送合和一个切换的架构 那这些架构的详细内容 其实都是在下面这四个RAP中 如果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详细的了解一下 那最后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大家